我们每天都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头脑像是一台永不停歧的发动机一样 我想要说什么 对方在说什么 一边不断地输出着 一边又不停地储存着 一个人回到家里是一副面具 出去又是另外一副面具 夫妻二人是最为亲密的关系 所以表达的是最为原始状态下的一种面孔 很随意 很舒适 但是看似亲密的关系也应该有点边界感 否则就会出现问题 这也是很多夫妻间会爆发矛盾的原因 太过随意 不去注重细节女人在心 礼和情感上更喜欢去倾诉去表达 婚后和老公就更加的肆无忌惮 可是话多并不是什么好事 尤其是喜欢这样和老公说话的女人 是很难去经营好婚姻和感情的 一 得理不饶人的姿态 婚姻里如果女人总适合老公 说话的时候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姿态 那么是避久了 会让男人心里有一种落魄感 男人在内心身处都是可 旺被心爱的女人尊重的 如果当男人在一些事情上面和女人道过歉 但是女人依然不依不饶 这时候的男人会采取置之不理的冷漠方式 女人就误以为她是不是不爱自己了 也就容易导致冷战 而后婚姻关系的矛盾也就会加剧 女人千万不要这么做 否则消耗的是她对你的耐心 二 指责式的对话形式 你今天怎么又这样 怎么说你不听呢 让你多穿衣服你不知道吗 这是一些婚后女人喜欢和老公的对话方式 女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往往会是一种很指责的口气 但是出于对男人的关心 可男人并不买账 因为这种语气会让男人觉得你每一句话里都带有一些情趣 是对她的数落 让她的男仪很舒适的接受 所以男人就会逃避你 他什么都不会和你说 两个人的话题越来越少 你也会有种失落感 三 抱怨下的喋喋不休 女人很喜欢抱怨 但是奉劝各位 你心里在委屈 你在悲伤 您可把这话讲给你闺蜜听 也不要和老公这样讲 可有些女人很喜欢这样和老公说话 老公一下班 她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把自己这一天遇到的心 凡事就不停的抱怨给老公 首先换位思考 没有谁喜欢听你抱怨 这回带给人消极感 第二男人和女人思维不一样 你喜欢倾诉 他喜欢简洁直白的给你解决问题 最后换来的只是你们俩 各意见不合的莫名争吵 她还会因此责怪你自己这么累 你还要给她压力 总之 女人要懂得说话的艺术 否则像我提到的这三种说话方式的女人 在婚姻和感情中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这种婚姻关系的对话方是往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而是慢慢累积的习惯 所以一开始发现自己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要改正 所有不幸的婚姻都是从嘴上的口无遮拦开始的 小矛盾会积累成大矛盾 不要让你的感情去经历 这样一个不好的量变过程 婚姻不易经营 凡事也都要讲究一个技巧 也才会让男人死心塌地的爱你 图片来源网络 我视频就会让男人死心塌地的爱你